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台中市第十座水资源中心,太平新光水资源回收中心今日举行起用通水,最大处理容量每天可达2.9万吨,预计可接管2.8万户,服务人口数约10万人,一旦10月峰原水资中心完工,台中市污水处理容量将从原本每日的11万吨提高到26万吨。 市长林家龙,水利局长周廷章,地政局长张志祥,太平局长陈小飞,立伟和新纯,市议员张玉燕,李丽华和敏成今天共同参加新光水资源回收中心启用通水仪式。 整个回收中心设计如同一个小公园,有池塘还有空中花园,在设计阶段保留在地老树,规划生态池及环肠水道等,服务区域包括74号快速道路易东至秦义科技大学,部分太平都市计划区内,市长林家龙表示,台中市每日污水处理能量, 在103年约11万吨,新光资源回收中心启用可提升达24万吨,一旦10月风源水资中心完工,就可达到26万吨。 他指出,目标将朝向未来污水接管家户以每年接管3万户速度成长,2022年接管达到30万户,接管率达30%,也期待新光水资中心可以拿下台中市第三座水资中心机制奖。 水利局长周庭章表示,新光水资中心市市府自己出资兴建为6.5亿元,目前可处理1000多吨,未来将争取太平区污水下水道系统的兴建,约45亿元,营建署已同意出资88%,市府自筹12%,整个污水管线系统完工后,新光水资中心每日最大处理容量便可2.9万吨, 而处理过的污水,可免费供民重浇灌使用。